好笑看第八处考点票据抗辩 这个考点的话也是非常重要 考综合体的话大家需要重点关注 首先看第一个对人抗辩 讲对人抗辩的话该怎么去理解 比如A跟B之间 注意呢不管A是出票人还是备数人 他们之间呢签订100万的这个买卖合同 然后B的话向A发货有问题 站在A的角度他能否对B 比如抗辩呢 这是可以 要票据债务人 他可以呢对自己有直接债券招官的吃票人 将抗辩 A对B提出抗辩 这个没问题 关键B的话呢将票据 他要背书转给C了 在这种情况下 A对C的话能不能提出这个抗辩 大家盯住几个关键词 首先他如果C的话呢 这个明智 他明智前手之间存在抗辩室友 还受上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A的话对C就可以提出这个抗辩 就这个问题的话 咱们筑块最近两年一直考综合体 这是第一个层次 但第二层次 如果C的话 他是善业的 只能是不知道前手之间存在抗辩室友 在这种情况下 A能不能对抗C 要盯住呢 看一下C 他是不是支付这个对价 如果C的话是善业的 而且支付了对价 在这种情况下 C就想有百分之百的票据权利 他不受前手确定瑕疵 和前手向下抗辩的影响 你在这种情况下 A呢 就不能够这个对抗C 但如果C是无对价取得 他无对价取得 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呢 他这个C的票据权利 不能用于他的前手 C的票据权利等于B 既然A的话可以对抗B A的话就可以对抗C 这是关于这个票据抗辩 什么情况可以抗辩 什么情况不能抗辩 这一点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再看一下了 关于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将切断的问题 注意这块该怎么去理解 还是呢 A的话相必出票 他如果B发的货有问题 A的话对这个直接 跟他有直接战阅上外的吃票人 将抗辩 A对抗B的话呢 这个没问题 然后B的话将这个票据 他赠送给他的女朋友C 作为生日礼物 C的话对前手之间的看面室友 这个不知情 首先C的话是善业的 但是毕竟呢 这个通过赠与方式 C是无对价取到票据 首先A的话可以对抗C吗 A是可以对抗C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C的票据权利 不能用于他的前手 C的话等于B 既然A的话可以对抗B A就可以对抗C 然后C的话将票据呢 由B数抓到D 以支付货款 然后D的话 对前手之间看面室友 这个不知情 站在D的角度 他是善业的 而就D是支付对价 在这种情况下 A的话就不能够 这个对抗D 因为善业的支付对价的吃票人 向一切票的权利 不受前手相互接 抗辩的这个影响 然后D的话将票据呢 又送给他的女朋友E 作为生日礼物 在这种情况下 说E的话呢 首先是善业的 而且呢 是无对价取得 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A的角度 能对抗E吗 尽管E是无对价取得 E的票据权利 不能优于他的前手 E的话等于D 注意站在A的角度呢 既然他不能对抗D A的话就不能够 不能对抗E 所以这点搞清 那这个问题就是票据 抗辩的这个切断制 既然A的话不能对抗D了 A就不能够对抗E 所以这点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关于这个票据抗辩 而票据抗辩的话呢 现在这对人抗辩 让这些条文 大家必须搞清楚 在第九时候考点 这个追索权 讲追索权的时候 追索对象 这四个当事 出票人 背顺承承承承 然后保证人 对持票人需要承担 连带责任 什么连带责任呢 他可以不按照相好顺序 对其中任何一人 半分 输人 半分 或者全体 半分 行事追索权 在考综合体的时候 这个半分半分了 这个是 什么叫连带责任 这点大家需要搞清楚 再看特殊规定 讲到这个追索对象的时候 大家盯住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盯住 这个十天 和这个三天的问题 第一个盯时间 前面第一说考点 曾经讲过 如果超过十天 贴着付款 时候被拒绝付款 将丧失 对前手的追索权 但如果发追索通知 就算超过三天 只要没超过六个月 他仍可以行使 这个追索权 但第三 是关于跟背书那块 先集合的时候 来教会 什么意思呢 A的话向B出票 B的话向C 做背书 B向C做背书的时候 如果写这个步道转 怎样 然后C的话 要背书 抓上D D的话是 这个持票人 如果被拒绝付款 注意呢 D的话向B 向B的话 能写追索权吗 这个不行 因为这个原背书人 对直接后手以后的 这个背背书人 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所以D的话 对B是不能行使 这个追索权 把第四条 跟伪造的内容 可以结合 说就算持票 人善意的支付对价 他对伪造人 肯定是不能行使 这个追索权 因为这个伪造人 四个字 在票据上 根本没有签证 因此对伪造人的话 是不能行使 追索权 对这个背书道人呢 大家就需要搞清楚 这个背书道人 在99%的情况下 对背书道人 也不能行使追索权 但什么情况例外呢 跟那个表件带行 像结合的时候 后边会讲 然后再看一下 跟保证这一块 可以结合 前提的话呢 如果他做成了票据保证 然后先向保证人追 保证人 在清凉汇票照之后 他可以对背保证人 及其前手 行使追索权 然后第六点的话 是回头背书的问题 但基础版 刚才讲过 追的话 往前跑 就追 不能回头追 这个回头背书的问题 而下方第十处考点 是票据权力 他的补救 将补救的话 大家盯住两个问题 第一是挂尸指负 他的地位问题 这个挂尸指负 并非必经程序 他并非必经程序 而只是个暂时性的 应急措施 如果4月1号挂尸 在正常情况下 需要在三天内 需要向人民法院 追加一个公式催告 或者提起普通诉讼 站在付款的角度 如果在12天内 没有收到人民法院 指负通知书的 在第13天起 刮是指负时效 这个三天跟12天的时间 这个效果行 但第二个问题是公式催告 公式催告的话 他们注冠两次考到 这个综合体 首先看第一条 人民法院 如果受理了公式催告申请 受理的同时 需要通知付款人 这个停止支付 这个付款人应当 指的是必须停止支付 直到公式催告程序终结 在公式催告程序终结之前 这个付款人 应当是停止支付的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搞清 咱第二条 这个利害关系人 如果在法定期内 他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 然后这个人民法院 应当看一下 是不是他真正丢的那票据 应当通知 这个申请人 然后看见 是不是丢的票据 他如果呢 说这个票据就是申请人 他申请公式催告的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 的确人家有人申报了 而且票据没问题 这个人民法院 应当裁定终结公式催告程序 这是裁定终结公式催告程序 既然这个程序终结了 并通知申请人跟付款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付款人是该付款 就需要付款 因为在这个程序终结之前 他是停止支付 既然这个程序终结了 法院通知了付款人 这付款人的话 就需要这个付款 再看第三条 第三条讲的是呢 如果这个期间届满 没人申报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申请人可以在届满40期 一个月内 向人民法院申请 做出这个处刑判决 如果法院做了处刑判决 这个申请人 就可以使这个处刑判决书 来行使这个票据权利 但如果逾期没有申请呢 指的是过了一个月 他没有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呢 应当是终结 这个公式催告程序 所以这什么情况下 这个终结 如果终结了 还是呢 需要通知这个付款人 这种付款人该付款 就可以付款 这是公众催告程序的问题 这是第一部分 好下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这个经典式题 咱们筑快的话 最近几年 注意最近几年考了十个 非常经典的题目 这十个真题 大家必须呢 这个做么清楚 好下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题 这是筑快09年考了一个题目 但这个题的话 百分之百 他进攻的 都是票据的伪造 所以这个伪造的问题 把这个题多么清楚 基本就够了 看一下这题 假公司 向乙公司 购买水泵一台 为之后货款 签付了一张 以自己为出票人 以乙公司为收款人 以M银行为成对人 票面结合为30万元 到期日 为08年8月3号的 央行产生的汇票 并交付给乙公司 然后假公司跟M银行 均在该汇票上 建了签章 然后乙公司的 操练A 并用工作纸别 将上售票据 这个扫描 然后利用通过其他途径 获得到M银行的 空白 扬成的汇票 进行技术处理 克隆一张 跟原始汇票 几乎完全一致的 这个汇票 然后将克隆汇票 留在乙公司 将原始汇票 投出 然后A的话 以公司的名义 向丙公司 购买了一批黄金制品 归于自己所有 并将原始汇票 背书转让给丙公司 在这个背书的 签章处 加盖了伪造的 乙公司的公章 签署了虚构的 这个币的姓名 然后这个乙公司 或向丁公司 购买钢材 将克隆汇票 背书转给了丁公司 他在上述汇票 付款到期日 这个丙公司跟丁公司 分别持原始汇票 跟克隆汇票 向M银行 抢求付款 M银行 以丙公司 所持汇票的 背书的签章 是伪造为有 拒绝付款 以这个丁公司 所持汇票 是伪造为有 而拒绝付款 那么如果这个上课 一直这么念 有效果吗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考试的时候 一直往下看 实际上呢 跟这个刚才听课一样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实际上呢 不管是讲票据的问题 务权的问题 破产的问题 都需要什么 一会儿看题 一会儿在草稿纸上 画图 把当时的关系搞清楚 这个题目就念完了 但是这个题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它有个克隆票据的问题 克隆票据的话 有原始汇票 有这个克隆的汇票 实际上呢 如果 画上一个图 看一下它到底 说了个什么事 首先 这个假公司 像乙公司的话 出票 签发的是个 30万元的 这个银行 承对汇票 M银行的话 已经盖上成对章了 它是承对人 首先 我们看一下这个真正的 就这个真的 真的这个汇票 最终它的命运 是什么 首先搞清 这个出票 这个假公司 该M银行 它的签章 这是真正签章 该签章签章了 然后最终的话呢 这个A的话呢 是个财务人员 他是伪造了 伪造了这个 以公司的这个章 然后以这个 以公司的名义呢 将票据 有背书 把个饼 买了一堆黄金 把自己拿走了 所以这是一个 真的票据 它是这么一个下落 那么看到这的话 来搞清楚 那么讲到这个 伪造的时候 A是伪造人 以公司的话呢 他是被伪造人 但是出票人 跟成对人的签章 这是真正的签章 因此呢 当饼的话 作为这个持票人 首先饼是善意的 他支付对价 饼的话 是享有票据权利的 然后当饼找到 这个M银行 来请求付款的时候 就M银行说 说这个票据上 票据上的 这个背书人的签章 是伪造的签章 以后他发现了 说以的话 这是被伪造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以伪造为由 拒绝付款 这行不行 这个不行 首先 因为持票人的话 是向票据权利 你M银行 他的签章 这是在票据上 真正签章的 当时 他仍应当 对于被伪造票据的 持票人 承担票据责任 因此当持票人 来请求付款时 真正签章人 不能以伪造为由 进行抗败 因此呢 M银行 他是应当 这个付款 他拒绝付款 做是不对的 关键是呢 如果他拒绝付款 他的确拒绝付款 跟这么做不对 注意如果拒绝付款的话 丙的话 可以对谁 行使追索权呢 首先 对伪造人 不能行使追索权 A是伪造人 他在票据上 根本没有签自己的账 对伪造人 不能行使追索权 对乙公司的话 能行使吗 乙的话是 被伪造人 对乙公司的话 也不能行使 这个追索权 然后对假公司 对M银行 能行追索权吗 对他们俩的话 能行使追索权 因为他们两个 这个是属于在票据上 真正签章的 当时他们的签章 是真实有效 对他们两个 行使追索权 就是可以 这是那个真的票据 该他们去处理 然后再看一下呢 那个假的票据 假的票据指的是 那个克隆的那个票据 克隆的话 注意呢 这个A A的话 还是伪造人 所以这回 他伪造谁的签章呢 首先他那个指本身 是真的 通过其他途径 他获得的空白的 杨成的汇票 指本身 这个并不是复印的 那个指的话 是一个 这个真正的票据 但问题是 他伪造谁的签章呢 他伪造的是出票人 和这个M银行的 这个签章 所以对这个 在这个假票据上 这个假公司的签章 和M银的签章 这一块都属于 这伪造 因为他们两个属于 这个被伪造人 然后呢 他是以 这个假的名义 因为他是 以假的名义的话呢 这个出票个E 然后乙公司的话呢 他这一块 这个像丁的话 做背书的时候 这乙公司的话签章 这属于 这个真正签章的 当时 他是真正签章的 在这种情况下 首先 说丁的话 作为持票人 他找M银行 来提设付款的时候 说M银行 也说这张票据 是被伪造的 为由拒绝付款 那这个行不行 首先拒绝付款 这么做是符合规定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M银行 他属于被伪造人 就算你持票人 是善意的 支付罪价 他对这个被伪造人 对被伪造人的话呢 也不能行使 任何票据权利 所以M银行 拒绝付款 这个没问题 关键是呢 如果丁被拒绝付款了 丁可以对谁 行使这个追踪权 第一个判断 对A的话 能行使追踪权吗 A是伪造人 他在票据上 根本没有签自己的账 对A的话 不能行使追踪权 然后对出票人 假公司 行不行呢 因为这个假公司的话 他属于被伪造人 对假公司的话 也不能行使追踪权 对乙公司行不行呢 乙公司的话 这是属于 在票据上 真正签账的 当时因此对他行使追踪权 这个可以 你把两张图放一块 就知道呢 这个真票据假票据 最终的话呢 这个到底谁是伪造人 谁是被伪造人 谁是真正签章的当时人 然后什么情况下 应当拒绝付款 什么情况不能拒绝付款 大家把这个题目 做么清楚 这是第一题 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票据伪造的问题 而且出的老师 同时考了两个票据 所以这个点 大家需要搞清楚 这是第一题 好的 下来看第二题 这个题的话 是咱们筑块考的 关于这个公式催告的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题目 假公司 向乙公司购买斗星版 为了支付价款 假公司签发一张 以乙公司为收款人 金额为一百万元的 要承计汇票 和银行则承对人 在票据上签账 为了购买原材料 乙公司将该汇票 备数转给饼公司 你看到这的话 首先在草稳纸上 把当时的关系搞清楚 这是假象乙 这个出票 这个金额一百万 A这个银行呢 它是承对人 然后E的话 有背书 转个饼 这是第一个 咱们看到这 这是提供这么个信息 然后当下看 但是 他有饼公司 在签议过程中 提供的公司文件 扩存证明等等 都是虚假的 并且未打算 执行合同 然后饼公司 在取得该汇票之后 将其背书转给 不知情的定公司 予以购买天然断食 这个定公司 查验票据 刑事要接不过之后 将天然断食 接受给饼公司 然后饼公司讨逆 那么看到这的话 需要搞清楚 因为这个饼公司 它存在着什么行为呢 这个构成欺诈 既然是欺诈 它是 注意是 这个饼跟椅之间 这是欺诈 注意饼是欺诈 饼的话既然欺诈 饼是不享有 票据权力的 然后饼的话 将这票据呢 由背书给钉 站在钉的角度 大家搞清楚 首先 钉的话是善意的 而且支付对价 钉的话 想有百分之百的 这个票据权力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个饼 饼向钉做背书的时候 站在饼的角度 因为它不想有票据权力 它实质上 不想有票据权力 但从形式上呢 从形上的话 是已将票据背书 而饼 从形上有票据权力 事实上不想有票据权力 所以这饼的性 就构成无权处分 但是钉的话呢 它是善意的支付对价 而且票据的话 该交付已经交付了 所以这钉的话呢 这是善意取得票据权 也可以考善意取得 大家继续看 这个乙公司发现被骗之后 向公安机关 举报给公司 设限诈骗 同时呢 这个乙公司 就备数转的会议票 向人民法院申请 公司推高 人民法院受理之后 向A银行发出了 这个指付通知 并发出公告 然后钉公司 在票据到期时 把持票向A银行提出付款 遭到拒绝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乙公司的话呢 他知道 这个饼发的是假货 但是饼的话跑了 跑了之后 他也不知道了票据在手里边 所以于是乙的话呢 找到这个人民法院 他申请的是 这个公司推高 法院受理之后 受理之后 需要同时 要通知谁呢 要通知这个付款人 于是这个付款人 他必须停止支付 他需要停止支付 直到呢 这个程序终结才可以 他必须停止支付 直到公司推高 程序 这个终结 约着钉的话 钉就算你想有票据权利 如果找A银行 来提出付款的时候 这会票到期 找银行提出付款 银行拒绝付款 这么多是对的 他必须停止支付 直到什么呢 直到人民法院告诉他 这个公司推高 程序终结 否则的话 在这个程序终结之前 他必须是停止支付的 然后看一下题目要求 这个第一问 他说A银行 社会有权 对这个定公司拒绝付款 不用顺利 这会考的是呢 在这个 首先他是可以 他是有权拒绝付款 怎么说理由呢 就是关于人民法院受理 公司推高申请的同时 要通知付款人 付款人必须停止支付 直到这个公司推高程序终结 再看第二问 说当定公司持票据 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时候 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处理 这什么意思呢 首先还是看一下前面的图 属于申请的公众推高呢 是这个乙公司 他是申请人 然后法院一敲锣 然后定公司 他知道票据在自己手里面 因此当这个定公司 找法院 来这个申报权利的时候 法院的话呢 需要让丁出示票据 说你把票拿过来 然后再找申请人 说赶紧过来看 他如果乙公司一说 的确 说就是这个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民法院该怎么去处理呢 俩子 终结 是裁定终结 原来是裁定终结 这个公众推高程序 所以这点搞清 这是关第二问 再看这个第三问 当然这个乙公司 另行对定公司起诉 请求确认自己 是票据权利人士 去请求能否获得 人民法的支持 不用顺利 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当定公司 来这个申报权利的时候 比如法院的话 一看的确是那个票据 就是你申报的 跟人家最终出示的是 同一张票据 这个人民法院 首先裁定终结 终结这个公司最高程序 但是双方出现争议的时候 最终票权利归水呢 他可以另行起诉 这个可以 他们的争议 不在这个公司最高程序 里面解决 但起诉的话 以说自己是享有票据权利 这个行不行 这个不行 因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丁的话 人家善意的支付对价的 丁是享有票据权利 而且从这个善意取得的角度 因为注意丁的话 是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丁善意取得了 以的话就丧失了 这个票据权利 因此呢 如果以主张 说自己享有票据权利 这个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但这个题的话 就三个小问题 这是关于第二题 但这个题做得清楚了 什么叫公司催告程序 基本就差不多了 好 下来看一下第三题 这是咱们筑块 2001年考的一个综合体 他说假公司 为这个货款 向乙公司签购一张 以A银行为成对人 金额为20万元的 要完成会议票 A银行在票据成对栏中 进了签账 要是A银行的话呢 他盖上成对章了 然后这个乙公司 为向丁公司支付资金 将该票据交付给 这个丁公司 但未在票据上 背书跟签账 然后这个丁公司 以为需要向定公司 支付工程款 准备将该票据 转上个丁公司 然后丁公司呢 他发现票据上 没有转上背书 于是提出一 这个丁公司 便刺客了乙公司 法庭代表人 刘某的人名章 和乙公司的公长 加盖于背书来 并直接记载 丁公司为背书人 然后丁公司 不只有假 接受了票据 出到了 注意呢 讲到这话的话 出到了邓里 他就告诉你 说丁公司 不只有假 他是善意的 这个持票人善意 并且呢 支付了对家 然后之后丁公司 为了这个偿付 欠款 将该票据 背书上那个 物公司 到奖公司 收到乙公司 货之后 发现货存在 严重质量问题 于是要求 乙公司退款货款 并承担 无约责任 然后票据到期时 物公司向 A银行提出付款 A银行的话 以假公司 辞入本行的资金 不足为由 拒绝付款 看到这的话 还是把当事的 关系搞清楚 这个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首先 假的话 向乙出票 这金额20万 A银行的话 它已经承罪了 这是承罪人 然后呢 这个丙公司 丙公司的话 它是伪造了 伪造了 乙公司的这个钱账 以这个乙公司的名义 将票据背书 让了丁 而且呢 题目告诉你 丁的话 善意呢 支付对价 丁的话 是想要票据权利 丁呢 将票据背书 转给物 看物的话 是持票人 在法定期内 找到这个银行 来提示付款 他让A银行说 出票人的话呢 这个假账上钱不够 拒绝付款 看到这的话 首先看一下 这个第一问题 他说 A银行拒绝向物公司 付款的理由 是不是成立 用什么理由 首先判断呢 他拒绝付款的理由 不成立 怎么说理由呢 根据规定 承罪人不得以期 与出票人之间的 资金关系 来对抗持票人 再按第二问 A银行拒绝付款之后 物公司可以向哪些 当事人进行追索 对这个问题的话 该怎么去处理 由我们在简单话上的 图是假象以出票 假是出票人 A银行的话是成对人 然后呢 这个饼 饼的话是伪造了 以的签帐 以以的名义背书 转给钉 钉又背书 转给物 他如果物被拒绝付款 物可以对谁 行事追索权呢 首先 对这个饼的话不行 要饼是伪造人 然后呢 以公司是被伪造人 对以饼的话不能行事 这个追索权 找出票人假 可以 找他签手定公司 可以 找A银行不行 因为A银行是先承队 他承队之后 不能拒绝付款 因此拒绝付款 这么做不对 向A银行 这个追索 这会儿没问题 因此向 假公司 定公司 和承队人 A银行 可以行事追索权 找他个第三问 他如果物公司 在A银行拒绝付款之后 向假公司 进行追索 这个假公司 可否以 自己跟已公司之间的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解决未有 拒绝向物公司承担 票据责责任 不用什么理由 这什么意思呢 不当持票人 向假公司 定是追索权的时候 假的话 能不能说 说你的前手已公司 是吧 他说我们俩之间 有合同纠纷未有 这个拒绝成的票据责任 这个考的是票据抗辩 票据抗辩的话 小考卿 这个票据债务人 不得以期 与持票人前手 之间的抗辩事友 来对抗这个持票人 他是不能拿这个 加以之间的合同纠纷 为解决未有 来对抗持票人 然后第四问 他说比公司 将司客人名章和公章 加上一倍数来 不用直接记得 这个定用字 为贝贝顺的行为 这个属于票据法 那什么行为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属于票据的 伪造行为 应承担合同法的责任 首先 他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因为他的票据上 没有签章 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他需要承担 伪造票据的民事责任 构成犯罪的话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所以这个体现的来说 比较简单 不愿考虑一个 成队的法律效率 要考虑一个追索对象 他对A银行 可以追索 来考虑票据抗变的问题 这个条文 需要绘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第四题 是 咱们驻华2012年 考的一个综合体 他说A公司 为支付货款 向B公司签罚一张 金额为200万元的 洋产产的汇票 某商业银行 则成队人 在票面上签账 然后B公司 在收到该汇票之后 将其倍数转给C公司 C公司的这个租金 但位在这个贝贝市栏列 记载C公司的这个名称 然后C公司 见D公司一笔应付账款 于是直接 将D公司记载 为B公司的贝贝市 并将该汇票 交付给D公司 然后D公司随后 就将该汇票 备数转给E公司 用于偿付工程款 并于票据上注明 工程验说合格 则转让生效 那么看到这的时候 就不能再往下看了 赶紧把当时的关系搞清楚 这讲的是A A的话向B出 这个金额是200万元 然后某商业银行 这是承罪人 这是银行承罪汇票 然后B的话呢 他本来准备背书 转给C 但是B在做背书的时候 B的话是签章了 但是谁是背背书人 他这块呢 并没有写谁是背背书人 将票就直接接个D 然后D的话 自己把自己的名字 填上了 那么看到这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 首先这个背书有效吗 因为这个D记载 跟这个B记载 就有同等的法律效率 这个背书是有效的 但谁是背背书人呢 因为D的话是背背书人 然后D的话将票据呢 有背书 转个E 所以D向E做背书的时候 它有个负条件 这块考的是背书是负条件的 所负的条件 不产生汇票的效率 这个背书的话 照样是有效的 这个背书有效 但是问题是呢 因为D的话 直接背书个E C的话在票据上签章了 C在票据上并没有签章 它并非票据占物人 C的话不需要承担 这个票据责任 大家继续看 说D公司与E公司 因为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未能验收合格而发生纠纷 在纠纷期间 这个E公司 会支付广告费 准备将该汇票呢 背书上给F公司 F公司负责人知悉 D公司与E公司之间 存在合同纠纷 对该汇票产生疑虑 于是要求E公司 之关联企业G公司 与F公司签订一份 保证合同 该保证合同约定 这个G公司 就E公司对F公司 承担的票据责任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但是G公司 未在汇票上 记载任何内容 也没有签章 这是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 这个E公司 E公司的话呢 将票据 准备背书 转让F公司 首先呢 这个第一项 一座背书的时候 它复了一个条件 说工程研究合格 则转让成效 但是呢 最后这工程验收 还真没合格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背书有效吗 因为背书是负的条件 这个条件不产生 贵于票上的效率 而就算验收 没有合格 这个背书都是有效的 E的话都取得 这个票据权利 E取得票据权利 因此呢 一向F的背书的时候 这个背书有效 F是取得票据权利的 但是问题是呢 第一直接 这个闹纠纷的时候 它正闹纠纷的时候 E准备将票据背书 转给F 让F的话知道 知道前手第一直接 有这个合同纠纷 它是明知道前手直接 有合同纠纷 人数量票据 这是第一个信息 但是F的话也不是傻 它知道有纠纷 于是呢 它让E的话提供 这个担保 于是E的话找到 找到的这个G公司 所以这个保证人 谈到保证的问题 这个题说的非常清楚 注意这个保证人 在票据上签张了吗 在票据上并没有签张 而是呢 F跟G之间 他签订的是书面保证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了 这个怎么去处理 如果F被拒绝付款 注意两个判断 第一个 F对G公司 能行使票据上的追索权吗 能或行使追索权 因为这个G公司 在票据上并没有签张 因此不承担 票据责任 对G公司不能行使追索权 但是他可以基于这个 有效合同 让这个G公司承担 保证责任 这是没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 站在F公司的角度 他对C 对C的话能否行使 这个追索权 因为这个C的话 在票据上并没有签张 他并非票据责任 对C公司是不能行使 这个追索权 然后再看一下 当F的话呢 向D公司 向D追索的时候 站在D的角度 他能否说 说你的前手 你前手的话呢 以后跟你前手之间 策略合同纠纷 以此为有 来对抗F 这行不行 F的话是明知 明知的前手D之间 有纠纷 仍受上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D的话就可以 可以呢 以自己跟吃饭 前手之间的 这个抗辩事由 来对抗F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是可以对F进行 抗辩的 所以这点呢 就是考清 这是考到这个票据 抗辩的问题 大家把这个题目 这个需要做么清楚 当然也可以考到什么呢 因为银行是承队人 可以考承队的 这个法律效率问题 例如F F找这个银行 要钱的时候 银行说 出票人钱不够 拒绝付款 这么做是不对的 可以考承队法律效率 关键是他考到 这个票据保证的问题 然后考C没有前章 考到这个票据 抗辩的问题 大家把这个题目 需要做么清楚 然后具体的要求 跟这个答案的话呢 大家自己去看就可以 实际就 注意就这个题 这是呢 咱们筑块 2012年考的一个综合体 然后去年的话呢 又考的跟这个 差不多的一个题目 主要是考到这个 保证的问题 指的是保证人 在票据上没有签章 但是呢 他签了保证合同 该怎么去处理 这是关于这个第四题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了 这个第五题 这是筑块 第三年考的一个题目 他说A公司 以这个30万的价格 向B公司 定购一台机床 根据合同约定 A公司 以洋传的汇票 支付加款 然后10年3月1号 A公司签发一张 以B公司为收款人 金额为30万元的 洋传的汇票 这个程度银行 已经签章了 然后到期日的话 是10年9月1号 他是告诉你 一个到期日 这是定日付款 然后A公司 将该汇票 交给采购经理家 准备由他协制B公司 来交票提货 所以这个题本身 如果我在旁边坐着 我告诉你 给你画张图 告诉你进贯的是什么 这个比较简单 关系这个题目本身 你根据小学语文的 基本常识 需要把他的关系搞清 他到底考虑个什么事 我们看一下 他说假货的汇票之后 利用其私自留存的 空白汇票 和私客的A公司 跟程队银行的公章 及其各自受限代理人的 这名章 按照A公司 所签发汇票的内容 进行复制 然后3月20号 贾将其复制的汇票 交付给B公司 提到机床 并占过机友 大家注意 看到这的话 需要搞清 这个B公司 B公司的手头 这个票据 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 这条考的是这个贾 贾的话呢 他是伪造了 谁的签章呢 伪造了A公司 跟这个程队银行 是伪造了 他们两个的签章 然后呢 将票据呢 这个背数给B 所以贾是伪造人 然后这个 注意 这个出票人 跟程队银行的签章 就是说都是 这个被伪造 A的话 跟这个商业银行 他们两个属于 这个被伪造人 看到这的话 是这么个信息 然后这个4月10号 说贾的话 将汇票远见 交给A公司 但声称呢 这个B公司 因为机床断货 要解除客套 实际上贾毛半天 最终的话 他把机床自己提走 他是伪造了一个签章 将伪造的票据 交给B 然后呢 将机床拿走 把真的票据 又退还给B公司 这是这么一个事项 大家往下看 说3月13号 这个B公司 我想C公司购买原材料 将假交货的汇票 背数转让给C公司 这是B的话 有背数转让给C 这是个正常的背数转让 然后继续看 6月1号 这个C公司 用急需现金 说将该汇票呢 有背数转让给D公司 然后D公司 再向C公司支付现金 29万块钱 注意呢 这个C向D做背书的时候 那么这块考的是什么 C公司跟D公司之间 他们两个并没有 真实的交易关系 但是单纯的 这个票据权利的 这个买卖 你的第一个判断 这个C向D做的背书 这个背书的话 是无效的 然后第二个判断 这个D的话 想有票据权利吗 因为背书无效 D的话是不享有 票据权利 然后继续往下看 说7月1号 D公司会支付 厂房做金 将这个该汇票 有背书转让给E公司 然后E公司对C公司 和D公司直接 票据转让的具体情况 并不知晓 这块考的是 这个D的话呢 背书给E的时候 考的是什么 清楚了 因为D的话 从实质上 是不享有票据权利 但从形式上呢 它是有票据权利的 因此背书转让的时候 D的话就构成 无限处分 但是E公司的话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的话 是当时是善逸的 然后第二的话 对价取得 然后第三 该交付 应交付 E的话是善逸取得 票据权利 它是善逸取得 票据权利 然后继续看 说9月5号 这个E公司 向这个城队银行 提出付款时 有了会议票 是9月1号 这个到期 他提出付款的时间 是到期之旗的10天 他是9月5号去提出付款 并没有超过10天 没超过10天 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被拒绝付款的话 并不丧失 对前手的追逗权 但是呢 被告知 说该会议票 是呢 这个伪造的票据 说原票据呢 他应于4月15号 又出表了E公司 交换该行 并于作废 说该行对 这个伪造的票据 他不承断票据责任 而银行的话 将该会票 退还E公司 并出具了 这个退票流出 那么看到这的话 需要搞清楚 站在银行的角度 对被伪造票据 拒绝付款 这么做对不对呢 实际上 不能一概而论 什么意思呢 你不能说 说只要票据被伪造了 银行都拒绝付款 不能这么说 定义银行的身份 是什么 对这个题来说 银行的话 是被伪造人 还是被伪造人 他在票据上 并不是真实签章 他本身的话 就是这个被伪造人 在这种情况下 当这个持票人 首先持票人的话 是向票据权利 他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但是由于这个 成队银行 他是被伪造人 你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你向票据权利 因此呢 这个成队人 他是可以拒绝付款 这个没问题 然后看一下题目要求 第一问 说E公司 社会有权向 A公司追索 你要搞清楚 A公司的话 身份是什么 A公司的话 是被伪造人 因此 E的话 对于A 对于出票人 对于成队人的话 都不能行使 这个票据权利 好 再看一下这个 找到第二问 说D公司 是否取得了票据权利 不用什么理由 D公司的话 他考的是呢 C的话 向D做背书的时候 由于这个背书无效 D的话 是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再看一下了 第三问 说E公司 是否取得了票据权利 由于这个E公司 他是呢 这个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这个考的是票据权利的 这个善意取得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然后到第四问 就是E公司 是否有权 向甲追查 不用说不了 这个甲的话 身份是什么呢 因为甲是伪造人 因此对伪造人的话 这一块是不能行使 这个票据权利 然后最后一个 E的话 对B 对B的话 能不能行使 票据权利 因为注意 尽管票据被伪造了 但这个B公司的身份 什么呢 他是在票据上真正签章的 这个当时 他仍应当 对这个被伪造票据的持票人承担 票据则 所以这是考到呢 这个票据伪造的问题 谁是伪造人 谁是被伪造人 谁是真正签章人 这是考伪造 第二处考到 这个票据权利的买卖 这个备数无效 第一的话 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但是E公司的话呢 这是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就这么一个题 考伪造 跟这个票据权利买卖的问题 这是关于这个第五题 好 现在看一下了 这个第六题 这是诸款13年 考的一个综合题 这个题相对来说 也比较简单 这2001年2月3号 这A公司和向B公司 支付货款 签发并承对了一张 以及这个B公司 为受款人的商业产的汇票 所以这是商业产的汇票 这是A向B 他签发商业产的汇票 B的话是受款人 对A的话呢 自己出票 自己承对 这是商业产的汇票 然后到期日的话是8月3号 然后B公司 准备向C公司购买钢材 于是呢 在该汇票备数人内 作为备顺请账 并记在C公司 作为这个备备数人 由这个本公司 要人员协制 这个现场验货 由于在现场发现呢 刚才存在质量问题 该要人员 于是将贵票协会 并与交付 看到这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A的话呢 他向B出票 在出票环节 这个没问题 然后他准备背书 转给C 首先呢 在公司的话呢 做背书的时候 说B的话签账了 这个B的话是背书人 谁是背背书人呢 他写好了 这个C的话是背背书人 但是问题是 到现场验货的时候 发现呢 这个C的话 这个货有问题 因此呢 他的这个 这个主要B公司的工作人员 将票据拿回来了 又没将票据交付给C 既然这个没有交付 所以看到这的话 需要搞清 C的话取得票据权利了吗 因为记载的 它是背背书人 但是并没有交付 C的话是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他再继续往下看 然后这个B公司 曹人员甲 利用工作纸片 将保管于B公司 保险贵重的该汇票 这个投出 并串通B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以伪造了 C公司的这个公账 及其法定代表人 饼的人命账 加盖于背书人 第二栏的背书人 这个钱量处 并记载D公司 是这个背背书人 所以看到这的话 还是把关系 这个看下 A向B出票 然后B的话 当时做背书的时候 是背书给C 但是并没有将票据交给C C的话 实际并没有取得 这个票据权利 但是假的话呢 他准备将这票据 都偷出来 偷出来的话 需要这个背书 转个D 但是转个D的话 C这关怎么过呢 因为当时B向C 做背书的时候 把C的名字 写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 想做成背书连续 需要呢 他伪造C的前章 所以假是伪造人 然后C公司的话呢 他是背书人 然后将这票据背书 然后D 以C的名义 背书给D D的话 他想有票据权利吗 因为这个 当时假跟D之间 他们两个串通 串通的话 D是不享有 这个票据权利 他并不享有票据权利 然后去看 说D公司 会支付资金 将该汇票 背书转让给E公司 E公司对上述事实 并不知情 然后这块考的是什么 D的话将票据 由背书转让E 首先呢 这个D D的话从形式上 从形式上呢 他是向票据权利 因为当时做背书的时候 他是呢 伪造了C的签章 然后以C的名义呢 将票据背书 转让D D是票据记载的 那个背背书人 他从形式上 向票据权利 但实质上是 不享有票据权利 要他是跟假的话 串通 串通的话 他肯定是 不享有票据权利 但这块考的是呢 站在E的角度 他同时满足 那几个条件 第一的话 当时善意 并且无重大过失 然后第二的话 直货对价 第三 该交货交付了 E的话是善意去的 这个票据权利的 然后继续看 到2001年7月 7月1号 B公司发现 该回票背到 因为当时 这个票据的话 本来是B公司 他想要票据权利的 但是问题是呢 被假的话 从保险规律 这个拖出来 他事后发现背到之后 于是呢 于当天 向这A公司 申请公众催告 但此后的话 未采取其他措施 那这个问题 怎么去处理 他是这个7月1号 7月1号的话 申请的是什么 申请的是挂时 支付 找个申请呢 找这个付款人 因为这块是一个 商业程度会票 所以说付款人呢 就前面是 A向B出票的时候 所以A的话 自己 他自己的话 是出票人 也是承对的 找A的话申请 申请挂时指付 但是问题是 此后未采取其他措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7月1号 申请挂时 那么应当呢 在三天内 需要追加一个 公司最高 或者是普通诉讼 站在付款的角度 你7月 7月要挂时 我就帮你看 12天 在12天内 如果没有收到人民法院 指付通知书的 自第13天起 挂时指付 自动失效 他是7月要挂时 但此后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然后到8月5号的时候 注意这个会票什么到期呢 他是8月3号 会票到期 然后这个E公司 他是8月5号 在法定期内 找到A公司 来提出付款 注意A公司的话 他是承对了 找A去提出付款 但是A公司的话 以这个B公司 以挂时为有 拒付 这没有对吗 因为他 没有采取措施的话呢 是自第13天起 从7月13号开始 这个挂时指货 自动失效 他是应当付款 然后看一下呢 这个第一问 这是C公司 是否用B公司的背书行为 而取得票据权利 注意呢 这个B向C做背书的时候 尽管记载了C是背背书来 但是并没有完成交付 C的话是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然后第二问 E公司是否取得了票据权利 我们看一下刚才的图 由对E公司来说 这还是考的这个 这个票据权利 这个善意取得 注意E公司是呢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然后第三问 说E公司受用 向C公司 这个追索 不用说不了 然后能不能向假公司追索 不用说不了 能不能向A公司追索 那你看到这的话呢 就需要把当事的关系搞清楚 我们看一下这个 怎么去处理 还是把关系搞清楚 如果E被继续付款 首先E的话呢 对这个假能性追到权吗 因为假是伪造人 伪造人的话呢 对假不能行使 这个追到权 C的话是被遇到人 对C的话也不能行使 追到权 对A的话能不能行使 注意A是 这个出票人 也是成罪人 他是在票据上 真正签章的 当时他是真正签章 因此呢 这个真正签章人 不能以伪造为由 进行抗辩 大家看到这的话 这个题考的是什么呢 就考了一个票据权利 善意取得 又考到伪造的问题 谁是伪造人 谁是被遇到人 谁是真正签章人 大家把关系搞清楚 好讲到这的话 请六个题 我们就讲完了 这是关这讲 就先到这了 你都先到这了